國內器官移植又有重大突破 林口長庚醫院去年五月 幫一名懷孕中的婦女 進行肝臟移植 而且術後復原良好 並且在去年底平安地生下孩子 而這也是國內首例 三十四歲的某小姐是避肝代言者 去年三月她懷孕時 就醫檢查發現她肝臟 已經惡化成急性肝衰竭 必須馬上換肝 否則隨時有生命危險 等待移植配對期間 原本弟弟要捐肝 後來臨時獲知 有大愛捐贈者的肝臟 讓她在懷孕三個月時 接受肝臟移植 而且術後復原良好 去年十一月 她平安生下一個寶貝女兒 我媽媽當然是 就是內心當然是很崩潰 因為自己的兩個小孩 都要上手術台這樣子 那所以後來聽到說 有大愛肝 就是真的很感恩 醫師表示 肝臟移植本身就是一個 複雜又具風險的手術 更何況是在懷孕狀態 還要考量胎兒的安全 否則有可能胎死腹中 而根據國內外文獻發現 孕期中接受肝臟移植手術者 全球只有五例 其中有兩例順利生產 台灣過去也沒有這種案例 手術中 因為我們要把整個壞掉的肝臟 然後再換一個新的肝臟 所以手術中必須跟麻醉科 還有其他的團隊 要配合非常好 新肝肾 胎脹小腸這些肺 這些比較大的器官 那這些器官其實這幾年來 一直都平盤 就是沒有辦法 很大幅度的再成長 而根據器捐移植登陸中心 最新統計 目前等待器捐移植的患者 還有九千九百七十九人 其中又以等待患性者最多 有七千多人 其次是患肝臟 有一千多人 患鹽角膜也有八百多人 因此呼籲更多人響應器官捐贈 讓大愛精神以愛人間 記者 辣水民 蔣龍翔 桃園市報導 日報 以下 議員 蔣龍翔 桃園市